一口气看完,成吉思汗、铁木珍的一生 1162年,博尔至今铁木珍出生于墨北沃南河 他的父亲野素该是蒙古起研部首领 1170年,野素该带着9岁的铁木珍与博尔铁定亲 但按照当地习俗,铁木珍要留在女方家 然而,野素该在返回途中,被塔塔尔人酒中下毒去世 铁木珍随即返回家中 1171年,野素该死后,起研部势力中衰 族人纷纷叛逃至太赤乌布 而泰赤乌人却离弃了铁木珍一家 从此,铁木珍母子生活非常困苦 1173年,铁木珍因与一母帝别克铁儿不和便舍杀了他 事后,铁木珍遭到了母亲赫俄伦的严加训斥 1175年,爱赤乌人味觉后患,抓走了铁木珍 后来,铁木珍惊人帮助,惊险逃出 1176年,铁木珍为抵抗泰赤乌人 投靠了克列部首领王涵并遵其为父 从此,铁木珍开始,积具力量收集不重 1180年,18岁的铁木珍与伯尔铁正式成婚 同年,密尔起不来袭,把铁木珍的妻子伯尔铁掳去 1181年,铁木珍在王涵河、杂木河的帮助下 击败密尔起人,救出妻子伯尔铁 此时伯尔铁已经身怀六甲 此战是铁木珍策划参与的第一仗 从此名声大震,原来的族人纷纷回归 1182年,铁木珍和杂木河重新约为安打 1189年,忽必来、折台、肃部台等起言贵族纷纷来同 他们推荐27岁的铁木珍为起言部首领 起言部也在铁木珍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 但引起了杂木河的不满 190年,杂木河联合、太赤巫部等13部联军进攻铁木珍 史称13亿之战,此战铁木珍兵败 但因杂木河残杀俘虏引起不下不满 不下纷纷归附铁木珍,反而增强了铁木珍的实力 1196年,从属于金朝的塔塔尔部起兵叛金 被金国丞相完颜乡率军击溃 铁木珍闻讯后,随即联合王涵的军队 以为父亲报仇为由,率军击败了塔塔尔部 战后,金朝授予铁木珍,纠军统领之职 从此,铁木珍用金朝的名义来号令蒙古不重 1202年,杂木河纠集太赤巫部等十二部联军攻击铁木珍 铁木珍与王涵起兵营敌 并在阔异田击败杂木河联军,史称阔异田之战 1203年,王涵在杂木河的挑拨下率大军攻打铁木珍 此战,铁木珍虽然大败,但败而不馁 而王涵获胜后,愈加骄傲轻敌 同年,铁木珍重整军马,成王涵不备突袭王涵营地 最终吞并了王涵的克裂部 1204年,王涵覆灭后 乃蛮部的太阳涵非常震恐 他急忙纠集被铁木珍击溃的杂木河等残余势力 共同进攻铁木珍 同年,铁木珍在航海岭大败乃蛮联军 太阳涵受伤被擒,其子驱出率逃往西辽 杂木河也被铁木珍处死 至此,铁木珍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 1205年,铁木珍对西夏发动了第一次掠夺性进攻 1206年,铁木珍在沃南河召开呼里勒台大会 群臣尊铁木珍为成吉思汗 同年,成吉思汗及蒙古大汗位建立大蒙古国 1207年,成吉思汗登基后 矛头直指西夏和金国 并采取先弱后强的战略先攻伐西夏 同年,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西夏占领乌拉海城 120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攻下 并兵为西夏都城中兴府 夏乡宗急忙求救于金国 然而金国坐势不救 自此,西夏开始赋猛攻金 1211年,成吉思汗以辟祖先 复仇为由,亲率大军攻金 同年,野狐岭之战爆发 成吉思汗指挥十万猛军 击败金国五十万大军 从此,金国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体系 1213年,成吉思汗再入野狐岭 并在怀来战役中大败十余万金军 此战导致金国内部发生弑军政变 加速了金国的灭亡 1216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里为国王 全权统帅诸军攻金 1217年,西夏英聚决派兵,协助成吉思汗西征 成吉思汗随即发动,第四次征下战 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城下 夏神宗急忙前时请降,成吉思汗方才退兵 1218年,成吉思汗派折别,灭亡西辽 太阳寒之子驱出率,也被折别处死 1219年,成吉思汗统领二十万大军,西征花拉子摩 1220年,成吉思汗攻破,花拉子摩国都城,萨马尔汗 国王摩赫末逃亡到离海的一个岛上,不久病死,传位于其子扎兰丁 121年,成吉思汗大军攻占,花拉子摩国旧都,御龙劫翅 并在七天内,屠杀该城120万人 1215年,成吉思汗命长子竹赤,镇守花拉子摩后,返回末北 经过6年的西征,成吉思汗消灭了40万花拉子摩军队,夺取了大片土地 并率军一直打到福尔加河流域 1226年,成吉思汗因西夏被盟 不过65岁高龄,再次率军发动,灭夏之战 同年,蒙军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 1227年,成吉思汗在西夏投降的前夕 并是于六盘山下的清水县,中年66岁 此后,被秘密安葬于齐年古 临终前,成吉思汗定下连送灭金的战略 随后,蒙古诸将尊赵成吉思汗的一命将投降的夏末地杀害